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春季特賣,今天到了尾聲 你們買了哪些遊戲咧? 今天我特別挑選了一些 很浪費生命,很花時間 但是花得很愉快的各種遊戲 那這些遊戲加上等等要廣告的那一款 花了我超過250個小時 沒錯,連今天的廣告我也特地挑選帶點毒性的遊戲 天命2全新資料片光雨年代 已經於3月1號正式上線 天命2是一款營運了6年的FPS類型大爆遊戲 在TGA年度遊戲大賞上 從2017年問世到現在 最佳營運、最佳動作、最佳多人連線、美術、音樂、音效等 前前後後總共入圍了十幾次 尤其最佳營運從2017到2022幾乎年年榜上有名 無論在PVP的對戰或是PVE的副本 都累積了大量的內容 這次光雨年代將光能與暗黑的劇情 也推向了新的高峰 經歷了光能之上的守護者們 在第一次接觸到暗黑副職業冰臨後 本次資料片又推出了一個新的暗黑副職業 銀絲 透過主線劇情的發展 守護者也將能掌握銀絲的使用方式 此後玩家也能夠在全新的地圖 尼爾木娜中有如泰山般穿梭自如 而且這次也更新了最新的掠奪副本 夢魘根源 等著各位守護者們擊殺涅沙瑞克 獲取更多更好的獎勵 喜好PVP的玩家 也可以在各式各樣的場地 使用銀絲副職業穿梭在戰場之中 想要找一款品質保證 又擁有廣大受眾的打寶FPS遊戲嗎? 想要和朋友一起享受出團征服副本 攻略同步快感嗎? 不妨試試看這款屹立不了 有持續穩定更新的天命2最新資料片 光雨年代吧! 接著讓我們來推薦春季特賣的遊戲 第一款通神榜 由元氣彈工作室開發 今年的2月14號發行正式版 評價是將近3000篇的92%極度好評 原價99、84折後 只要83、價差16塊 在Survivals類型遊戲 已經爛大街至現在 通神榜算是比較晚出現在大家眼前的 儘管如此依然有拿到非常好的成績 可以想見也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 拿出來稍微簡短介紹一下還是OK的 但遊戲的基本玩法 就是一款Survivals類型的遊戲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騎士武器 並且自動射擊 升級的時候不再可以點選技能 而是由怪物掉落銀元和金元寶兩種代幣 銀元可以直接從6格能力裡面 購買武器或是被動來用 金元寶則是用來洗隨機項目用的 遊戲的特色在於 它的武器合成是一開始就有的 並不是一定要升級到什麼程度 所有的武器都是兩兩相對 在6個技能欄位中 只要有兩個適合的配在一起 武器就會有特殊的強化效果 效果也蠻驚人的 大部分的技能 都有一階、二階、三階這樣上去 那一階的技能就算是配上三階 一樣都可以彼此觸發 讓你用銀元寶購買技能 金元寶洗項目 在技能的構築上是有一些技巧和策略在 那主要的流派分為 近戰、遠程和召喚三大種 每一種流派都可以玩 總共有9個角色 每個角色除了有自己的大招以外 針對近戰、遠程、召喚都有自己不同的加成 那我當初本來沒有要升完的 後來發現每個角色全破之後 會有一個額外的造型 技能也會跟原本的不一樣 慕容血全破之後可以長這樣 這個側主家綁馬尾的動作 去死我把所有的角色都給通了 那裡面的角色有的會變得蠻帥的 那後面這個漫畫家 是我第二個全破的角色 一樣都是為了利會 雖然在創新上 我覺得概念普普通通 但是有種莫名的魔力 去死我把他玩完 第二款 血牌2 濃霧 由Pixel Kato開發 2021年4月17號發行正式版 評價是超過200篇的85%極度好評 原價268 三折折扣之後只要80塊 價差168 非常有特色的一款卡牌遊戲 和其他卡牌構築不同的地方在於 你的牌就是你的血 在圖版上 你可以看到敵人的血量和攻擊力 畫面左側也有你每回合可以用的費用 卡牌上面也有他消耗的費用以及攻擊力 卡牌也都有自己的效果 在這邊都還和一般的卡牌遊戲一樣 每回合當你抽牌會從左側的生命堆中抽牌 而當你把牌打掉之後 你的牌會進入護甲堆 如果敵人攻擊你 敵人會把你的卡牌從護甲堆扣到他的手上 除非你打死他或是用吸血相關的卡片 否則這些卡牌會永遠的扣在敵人手上 當護甲堆都沒有牌的時候 敵人才會從生命堆扣牌 那這樣的設計會讓你在升級選牌的時候 會更傾向拿牌來增加你的生命力 而不是為了讓牌組乾淨更好抽 一直減少自己牌組的數量 針對一些可以自體循環或是生產牌的技能來說 就更有優勢 那我自己也是很喜歡拿一堆牌的玩家 這款玩起來就剛好 那也因為打死敵人之後 被敵人扣的卡牌會回到生命堆 所以有時候儘管受傷也可以不用急著把敵人打死 只要讓生命堆、護甲堆的循環 可以跑得起來就好 那這款我印象一開始玩了 一、兩個小時玩不慣就把它給成封了 那最近不知道怎麼了就突然把它點開 然後又突然開竅 知道玩法之後就把所有的角色都給破了 一玩就超過了25個小時 甚至有個職業把全部的難度都打通 在這麼獨特的玩法下 每個角色的概念又不太一樣 對於喜歡卡牌遊戲的玩家來說 這款也是大力推薦 那另外遊戲有出手機版 但是手機版沒有打折 Apple上面買來要170 我覺得在手機上面玩也蠻適合的 就看自己需求 第三款速速上菜 由It's happening開發 去年的8月4號發行正式版 評價是超過8000篇的95% 壓倒性好評 原價298 6折特價之後只要179 價差119塊 這個我印象是我上次東特的時候購買的 想說買回來試玩看看 可不可以開?該不該退款? 你們也知道 如果個遊戲就這樣 千萬不要想著打開就只玩1、2場 這個我試試看就玩了17個半小時 也算是有點獨性的 每一場開始之前 你可以決定你這次的餐廳 想要賣什麼菜色 然後決定好你的餐廳布局之後 就可以出發 不同的菜色在難度上 會有天差地緣的差別 例如說如果你要烤牛排 每個客人想要的熟度不一樣 如果你不小心煎得太熟 熟度還沒有辦法倒退 會用到廚具桌子也比較多 不太適合新手 那我第一次通關賣的是很簡單的生菜沙拉 要嘛就是只有生菜 要嘛就是生菜加番茄 一來要用到廚具少 製作流程也比較快 工法也不複雜 這種餐廳就很適合新手上手 隨著餐廳越開越久 你可以依照隨機的條件 看是要增加店內的菜色 還是要增加一些咖啡桌讓客人後味 你可以購買拖把來清理水質 讓你的移動送餐更順暢 也可以忍耐一下多賺點錢 買掃地機器人讓它自動化 這也是一款我全破之後 偶爾還是會想要開起來玩一兩場的遊戲 不過一場的遊戲時間算是比較久 就算你打熟了 要通關一場也是要40分鐘到一個小時 多人玩 雖然比較常會卡位置、卡流程 但是在難度上 我在猜還是會比一個人來得輕鬆一點 而且應該也更歡樂一點吧 但是要單人玩這一款 也絕對是玩得動 第四款 原點計畫 由M-Prone Game開發 去年的12月17號發行EA版 評價是將近1000篇的94%極度好評 原價66 靠北這款就還沒有打折 抱歉 但是不管 我還是要講 反正這種66塊的遊戲 就算是有打到對折 你也只省了33塊 那這一款雖然是survivals類型的遊戲 但是也走出了一片天 基本的玩法跟所有survivals類型一樣 就是拿武器打怪 但是這一款的地圖和流程 會比較像是Bortato的玩法 遊戲最核心的是在玩技能的構築和連結 你一開始只有一個腦 你要連接脊椎之後 才可以做訊息的傳導 那脊椎算是一個連接用的器官 後面需要接其他的器官才可以攻擊 例如說是觸角、前肢、黏液線之類的 來造成傷害 當然連接用的器官也不只是脊椎 還有腸道、視網膜、神經之類 它的概念很有趣 例如說如果你接腸道 能夠接到腸道後面的器官 就是腹部那種拉東西在地上的技能 那神經類的就有分施展前面連接的技能 會順便觸發後面的技能 也有前面的技能爆擊了 後面的技能才會觸發 它的技能觸發概念一旦你理解 玩起來會很有構足感 用A來觸發B 或是A觸發之後過了多久才觸發B 會稍微有一點程式的邏輯在裡面 又結合了身體器官的特色 而且每一個回合也不只會拿到一個器官 真的玩起來 我覺得只是用到Survivals的概念和玩法 實際上會有一種先測試裝備 然後進關卡去測Build的感覺 真的要說我覺得會有點PoE的技能株連線感 再次強調這款沒有打折 但66塊我覺得也不虧就是了 第五款天外武林 由香港商和洛互動娛樂開發 今年的1月6號發行正式版 評價是超過2000篇的85%極度好評 原價358 8折特價之後286 價差72塊 遊戲走的是比較偏向殺戮尖塔類型的卡牌遊戲 總共有5個章節 除了第一章是新手教學以外 2、3、4章都會有個女主角陪伴你闖蕩江湖 第五章則是讓你任選一位女主角進場 也就是除了新手教學以外 每一關都是雙人卡牌組合 那遊戲的特色我覺得在於卡牌的連段系統 在遊戲中叫做套路 舉個例子說明 你先打了正系取得2點力量之後 第二章不論是用P砍或是拳打 都會生一張0費的追打出來 可以造成3點傷害 那這個系統不但考驗你打牌的順序 同時也考驗你在每一場戰鬥之後的選牌策略 遊戲內幾乎所有的牌都可以和其他的牌形成套路 只有少部分的牌沒有套路牌可以打 那除了3個女角可以讓你搭配以外 男主自己也有3套不同的武學可以預設使用 那雖然我自己沒有到超級喜歡這一隻 但是也是玩了20多個鐘頭 也有做專片的介紹 對於喜歡卡牌遊戲的人來說 可以稱得上是一款可玩作品 286是一個可以入手的價錢 但是想要稍微再等一下的 我覺得這應該每一次特價都會降一點點 第六款不可思議的皇冠 由NEX Studios開發 TIN17與NEX共同於2020年的10月16號發行 有超過4000篇的86%極度好評 原價490、25折特價之後只要122加368塊 這是一款不思議迷宮類型的Rogelike遊戲 我之前有做過專片介紹 詳情可以看右上角的資訊卡 有武器系統、敵人踩鳴雷的回合制遊戲 這款的特色在於元素組合 可以利用環境、武器特效、道具來做出各種組合 例如說先打破水桶做成一個潮濕的環境 接著引敵人來的時候再用閃電攻擊導電 做出元素組合的傷害 這款玩超過了30個小時 也算是有點毒的遊戲 前段時間才從XGP下架 有點可惜 不過現在的折扣也真的很漂亮 買起來玩很划算 後來有更新了一個無盡模式的DLC 免費的 雖然大家對這個免費DLC頗有為詞 但是本體的遊戲性還是蠻高的 我自己超級喜歡 第七款 Mage and the Monsters 由拉薩扎克開發 自行於去年的10月13號發行 評價是超過500篇的91%極度好評 原價82、79則特價只有65 價差只有17塊 這款好像也是我去年東西特賣的時候買了 有點忘了 那這是一款自動對戰的策略型遊戲 一開始選擇一個職業 選擇你的初始兵團之後就可以開始 所有的戰鬥都是自動化 你只可以決定你施放技能的位置和時機 每過一關之後 可以取得部隊或是技能和一些費用 選擇越好的部隊 你能拿到的額外費用就會比較少 像是一樣是過關選部隊 選弓箭手會配到的費用就會比較少 但是選近戰的戰士 配到的費用就會比較多 每回合拿到獎勵之後 還可以用錢去強化一些能力 例如強化了部隊之後 你未來領到的部隊 強度就會比較高 強化了法術之後也是領到的法術就會比較強 當然也可以增加每次領到的部隊數量 那雖然每一場戰鬥你死亡的部隊都會重生 但是你還是要依照你隊伍的狀況 去調整未來拿兵的走向 例如說雖然都是遠程的隊伍 前面還是會希望可以拿兩個肉盾來擋 有肉盾、扛線、巨怪 你技能在放的時候也會比較舒服 職業有很多 每種玩起來都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個人覺得毒性還好 閒瞎無聊玩玩也是不錯的選擇 在今天的遊戲推薦裡面 我個人沒有到強推這款 只是介紹給別人玩的反饋都還不錯 這個可能就是沒有錯到我句點而已 第八款 Burnarizer Minions 由CAS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的3月9號發售正式版 評價是超過2600篇的97%壓倒性好評 原價102 79則特價之後81 價差21塊 基本上也是一個Survivals類型玩法的遊戲 但是相當強檔 你扮演的是一個類似死靈法師的存在 人類的各個勢力都要來你的墓園討伐你 而你就利用殺死敵人之後留下的骨頭升級 並且復活各式各樣不同的骷髏 來和他們應戰 遊戲的特色在於骷髏的合併系統 在升級之後 你可以拿到一些功能不同的基礎骷髏 接著看你是要把這些骷髏升級升上去 還是要合併轉身 升級的路線相當複雜 認真說我也還沒有玩懂 這款因為評價超級好 我想玩想很久也買很久 那之前玩不動的原因是因為看不懂 他的英文太難 用的是一些可能古文或是文學方面的字 不太口語化 加上又是低像素風格的像素遊戲 字也糊糊的 內容相當多 除了有兵種升級、合成和限定兵種的設計以外 還有法術、生物系統 又要念的英文實在太多 而且因為是別人來打你的墓園 你的墓園還可以蓋建築來血防 例如在某些建築旁邊戰鬥 你可以讓他們的血進血池 滿了之後可以提高血量上限外的神秘血量 有點類似護盾 或是可以蓋南瓜炸彈來引爆大量的敵人 進而影響你的布置和走位 除此以外 遊戲還有內建的卡牌小遊戲 真的是相當豐富的一款 之前不太想大推 是因為遊戲上手實在有點難 就出在英文的問題 雖然沒有官方中文版 但是現在已經是正式版 有支援工作坊 直接在工作坊裡面 點人家翻譯好的版本就可以玩了 也是倖存者類型裡面 能夠排得上前10名的角色 第九款Malvo Idol 評價是超過8000篇的92%極度好評 原價188 6折特價之後112 加差76塊 這款我前幾天買了之後 也不能算是中毒 畢竟就是放置遊戲 放到現在也玩了88個小時 自覺還是個新手 它雖然是放置 但是你要做的事情 很多很多 你要伐木、挖礦、釣魚、生火、烹飪、鍛造 因為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所以算是路很長的一款遊戲 真的要說遊戲就是把一般的放置遊戲 弄複雜了好幾倍 除了前面說的那些事情 還有沾心、召喚、敏捷訓練 藥草和符文的製作 偷卸、農耕等各種事情可以做 一些類似裝備BUFF的產物 可以連動其他的辦事效率 堆疊的資源 也可以讓你出去戰鬥、攻略地下城 這幾天在LINE群裡面 有不少觀眾都有跟著買 也有一些以前玩過的前輩 會教一些快速賺錢的方法 那我在聽了一些之後覺得 這支遊戲不要看攻略 你就自己玩、自己理解、自己研究 會更好玩一些 認真說 這麼樣一個無聊的數字遊戲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玩的還蠻認真的 對我有點毒性 但是應該也是今天所有的遊戲中 最不浪費時間的一款 畢竟是放置遊戲嘛 你實際下去玩的時間 並不多 比較像是一個陪伴的遊戲 最後一款 Forspoken 魔咒之地 由Luminous Productions開發 S1設於今年的1月25號發行 評價是超過3000篇的 59% 褒貶不一 原價1990 67折折扣之後只要1333 價差657塊 時間太多了是吧 這款真適合你 不是要偷臭 之前說1990太貴 也真的是太貴 當初拆春季特曼 應該是會來個8折折扣 1600算是個合理的價錢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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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設大刀闊斧 直接砍成了6、7折 這款我用超簡單的方式介紹 它就是有點類似 育碧早期開發的開放世界玩法 你可以在地圖上找到一狗票的收集點 看你是要收集故事、收集素材、收集寶箱還是要收集能力 逐步的強化資深的強度 讓戰鬥搭起來越來越爽 遊戲有一條主線故事 支線其實並不算太多 大多的支線都是全破之後才會給你 故事我覺得算是比較弱 就黑人少女從紐約穿越到異世界 那我對黑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也不特別覺得正確或是反感 只是我覺得從現實世界帶過去的知識過少 連結過少、妖書過少 好像主角是不是異世界的人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這支要買的話 玩的就是它的戰鬥系統 戰鬥我覺得玩起來還是挺爽 反倒比它廣告打的跑酷來得更吸引人 硬體跑得動的話 1300左右的費用我覺得還算是可以的 那順帶一提 遊戲的開發商Luminous 聽聽就好了 這間開發商已經不存在了 做完魔咒之地之後 原地解散了 沒有很急著玩的話 這支感覺上還有下探的空間 像是同樣是SE色的遊戲 Outriders 雖然沒有辦法像天命2一樣 讓你長聚在裡面 但是四折特價現在只要476 我覺得打擱一輪劇情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今天推薦了那麼多款 浪費你生命的遊戲 應該是很足夠了 包括天命2 包括魔咒之地 每一款都可以玩很久的時間 那雖然每每都覺得 玩survivals玩得很膩 但是看到一些獨特新玩法的遊戲 自己還是忍不太住 死靈補充 通神榜和原點計畫 三款都是很不錯的遊戲 三款加起來也不到250 夠你玩好一陣子了 那這三隻還有速速上菜 原本都是要出單片介紹 就最近太忙給略過了 速速上菜這隻原本一個人玩得很上智 後來發現單人玩的醍醐味 個人還是蠻推薦的 另外一種風格的ROG遊戲 會一直想去優化流程 整支影片包含廣告的天命2 除了魔咒之地以外 每一款都帶有一點毒性 其小心服用 再說一次 不是要偷臭 因為只有魔咒之地不是ROG 天命2雖然有主線 但是Endgame內容也比較偏向單場制 打寶相關一場一場刷 也確實是帶點毒性的 那你還有推薦什麼很毒的遊戲嗎? 介紹來我們會一會 說不定下一次特賣 就會看到我的遊玩心得哦 那如果這些遊戲 還不能夠滿足你 可以參考一下右邊以往的 特賣播放清單 以及這次春季特賣 我買了哪些遊戲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